近日香港文艺界面临施压 先是建制派议员 执疑C9M Plus博物馆藏品中 有艾未未终止指向天安门的照片 涉嫌触犯国安法 又联合中共在港猴神媒体 点名批评艺术发展局 资助艺文团体 制作李大维城等 所谓反政府题材电影 香港著名传记作家 易发局前文学组主席韩山碧认为 这些批评是有意将小事扩大化 在香港推行文革市举暴风 类似反右运动 是不是黑豹这个东西 我就不是随便随一个人说了算 每一个人都可以随便的扣别人的帽子 就是就会把一些本来一些小的事情 或者这一个变成扩大化 一些人就为了表现他个人要上位啊 要表现自己中医国家啊 知己分子啊就随便扣别人的帽子 韩山碧表示 易发局是1995年港营政府定下的 主要任务是推动和支持香港艺术文学事业的发展 易发局包含所有艺术界别 但对于艺术家们 他没有管理权也没有领导权 机构没有权利审查申请者要做的任何事情 简单来说 香港的文化政策就是没有文化政策 所谓没有文化政策就是说你可以自由发挥 你可以充分的表达 就是它不设定任何一个一些限制 这就是跟从内地来的干部就最大的不同了 内地的干部他们总是有一种想法 他对国安法下的香港文创氛围感到担忧 因为凡是搞创作的人都是爱好自由 不希望受到任何拘束的 如果政府要搞一个框架 等于要他们在鸟笼里面创作 是不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的 金桃尔记者梁珍张鹏香港报道